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处也长晚了皮疹 马上为黄大叔做了皮肤镜检查 在皮肤镜下有很多阴湿牢牢扒在毛发的根部 原来老人是得了阴湿病 阴湿是一种寄生在人体肛门和阴毛周围的寄生虫 是湿病的一种 它具有传染性 如果夫妻生活不注意卫生 就可能通过性接触来传播 虽然阴湿病是性传播疾病之一 但也可由其他途径传播 在空间比较密集的居住环境 一些工厂宿舍或者卫生情况不太好的居住环境 和患有阴湿的人同床共枕 或者使用同一条毛巾 床单 被乳的也有可能会被传染 所以就算我们没有住在这些卫生条件不好的地方 也要注意出差时选择正规的宾馆 如果可以 一定要自己戴毛巾等个人洗护用品 好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其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